我的观众是甘季七林团教育館在行家国秀来开用 教材修达金国秀老师来合作传社设计 重点放在食安城市永续乐活环保节能节点开发 在开关的医师当中情统头新的表示 在任何观念有作推动的非核家园 林团教育在甘季七行家国秀在组织新领域 经过甘季七林团教育館开用 达家长投心贺 达家长相熟理 达家长里丁项理 丹兴记 王比辉兰子文 创文教 达家长会长 真理大学导秀林团教育专家 做会由这个杀金资源开林都林林团教育館 我们的能源加油非常重要 因为要非核家园一定要节能减碳 当然这个非核家园达到除了这个太阳能发电 還有非常多各種不同的替代能源的發電 所以這個能源屋就在這邊介紹各種發電的方式 再來就是要節能 要能夠節電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做到會有家園 再來就是要除電 以及就微電房 所以我們很高興我們這個環保的教育 這次以能源的節電跟產電各方面來教育小孩子 讓小孩子能夠利用這個能源屋來產生愛護地球 保護環境的這樣的一個教育功能 在新加國小這樣子的一個設立 可以給全家醫所有的小朋友們 大家來使用 非常高興有這種能源教育的能源屋的成立 所以主題包括PM2.5 還有能源 還有食農教育等等 那每個議題都是家醫師 也是全國非常受到關注的環境議題 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 當一個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長大之後 一定會出外去發展 很成功的發展 但是他一定還是會保持一種在地的特質 那我一直在思考什麼能夠代表我們家醫師 長大的孩子 一種獨特的氣質 我記得在工業時代的過程裡面 我們家醫師培養非常非常多白領階級 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醫生老師 所有跟師有關的 所以我們在工業時代做了非常好的典範 就是白領的人才 現在我們要培養的是擁有永續視野 綠色頭腦 綠領的人才 這種氣質就是我們市府團隊現在 邀集我們 連結我們外部資源夥伴 當了一起努力的方向 所以讓我們一起期許家醫師 再度造就新時代的教育開幕 謝謝各位 各位市長頭身體特別班情感謝中 向公憲的協助單位 也感謝六斤國小的教師 學歷傳社設計伊 十安 三次 英俗六月為主庭的落土環境 救救救救救案庫廷 這令途令救救助金 非核加航 各位市政府調向環保烈令 清晰臨完三次發展救救來助金 清晰新聞 創併董 加基七 蔡康博德